记者在法院为您就盗版软体做后续报道 中小企业负责人要注意了 根据最新判决 公司企业将盗版软体安装在电脑内供员工使用 企业负责人难以推卸责任 最近就有判例 判处负责人五个月有期徒刑得一颗罚金 目前检警查棄盗版动作仍积极进行中 提醒您千万别摊小便宜 少一套就不安全 智慧财产权特派记者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